大家好,这里是卫美食记 今天用草鱼为大家分享不一样的新吃法 有很多朋友在处理草鱼的时候 第一步就做错了 草鱼有三星 第一是鱼的鱼鳃 第二星是草鱼肚子里面的黑膜 第三星就是草鱼身上的黑色粘液 首先我们先把草鱼清洗一下 鱼肚子里面的黑膜清洗干净 这层黑膜是鱼腥味的主要来源 如果不处理干净 那么吃起来就会有较大的腥味 而且影响整道菜的口感 所以我们要多清洗几遍 洗至水清为止 然后将它放在案板上 然后把鱼鳍掰上来 在鱼头处用小刀划上一刀 鱼尾处也要划上一刀 鱼头处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红色的小白点 这个就是鱼腥线 我们用手一边拍打一边拉 鱼腥线就出来了 没有看清楚的朋友再演示一遍 在鱼头和鱼尾处各划上一刀 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小白点 这样轻轻一拉 鱼腥线就出来了 鱼腥线就像一个白色的小绳子 接下来我们用剪刀 把鱼鳍剪掉 鱼鳍在煎的时候容易糊锅 我们把所有的鱼鳍都剪干净 然后用刀把鱼头 给它切下来不要 剩下来的鱼肉 我们将它切成小段 这里我们尽量切得均匀一些 把它切成同样大小的 小块就可以了 鱼头和鱼尾 我们可以加一点豆腐煲汤 接下来把它改刀切成小块 今天的这种做法好多朋友都没有吃过 甚至看都没有看过 做法非常简单又好吃 然后我们再改刀 把它切成更小一点的块 然后将它装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用刀把葱头拍扁 然后再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装在小碗中备用 准备生姜一小块 先改刀切片 再将生姜片改刀切成末 切好的生姜末先放到小碗当中 再把切好的小葱段也加进来 再往小碗中加入几滴白醋 加入半碗清水 最后用双手不停地抓捏 把葱姜里面的汁水 完全给抓捏出来 再将制作好的葱姜水 倒进鱼块里面 很多朋友在这一步都开始加盐 加料酒来腌制 其实腌鱼的时候 最计加盐和料酒 我们用葱姜水来代替料酒 葱姜水不仅可以去腥增香 而且会使做出来的鱼肉会更加的鲜嫩 如果加盐来腌制的话 做出来的鱼肉会又老又柴 将葱姜水和鱼块充分地抓拌均匀以后 我们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把鱼肉放到一旁腌制2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准备适量的大蒜 改刀切成末 再将切好的大蒜末放到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小米椒 改刀切成圈 再将切好的小米椒圈也放到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小碗中打入一颗鸡蛋 加适量的白醋 去腥 再将鸡蛋液充分地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小碗中加入一勺蒸鱼齿油 再加入一勺的生抽、酱油 加入一勺蚝油 提鲜增香调 碗中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少许的胡椒粉 最后加半碗清水 用勺子将所有的调味品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的鱼肉也腌制好了 用筷子将鱼肉全部放到盆中 再把鸡蛋液倒进盆中 用筷子将鸡蛋液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 往盆中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再把鱼块和所有的配料搅拌均匀 搅拌至面糊没有小疙瘩 并且能够均匀地挂在鱼块上面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锅中倒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以后 将处理好的鱼块全部放进锅中 开小火将鱼块底部煎至定型以后 再三个面 把鱼块两面都煎至金黄色 最后煎至成像饰瓶 这样四面金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鱼块也直接成熟了 我们也可以直接吃 但是今天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做法 重新起锅倒油 油热以后将提前切好的葱姜 蒜末和小米浇到进锅中 开小火将所有的配料炒香 料头炒香以后 往锅中加入一勺皮线豆瓣酱 再把皮线豆瓣酱炒出红油 接下来把提前调好的料汁倒进锅中 再把七千煎好的鱼块也倒进锅中 用铲子把所有的鱼块平凸在锅底 然后盖上锅盖 转小火烧至 三分钟左右 让鱼块充分地吸收料汁的味道 时间到了以后 打开锅盖 哇 好香啊 再开大火 将锅中的汤汁收得比较浓稠一点 出锅前撒少许的小葱段 增加一下香味 这样一道非常鲜美又好吃的鱼块 做制作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鱼块颜色红亮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这道菜无论是下酒下饭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和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